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Master对局精简 本期我们请到的讲期嘉宾是彭权棋端 黄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这盘棋呢是由远山君是网名啊 他直黑对战Master的一盘棋 这个远山君呢我们也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位职业棋手 好我们就来看棋局吧 这样是吧 我们来看这盘棋黑棋下了一个双小木 就远山君然后无油脚 然后我们要这个刮脚 刮脚 一尖高加 对然后脱断 这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常用定势吧 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 求门注意黑棋首先要有针子有利 针子不利是不能这样打来长的 不利的话你可以退 简单的说一下 你可以退这儿 这也是一个定势 就是以前的老定势 然后挡下它 把它挡下你吃 就是气角走边 当然你针子有利的时候是可以这样走的 就这个 我们来看实战 赔的把它拍掉 然后拐吃 然后踢掉 然后白的飞出 白气飞出 对这个时候战是没有看出谁有利 一起挂脚 对挂了猜回去 我觉得下两步去比较有特点 一个是贴 这个下一步非常非常有特点 它是碰在这儿 对对对 因为这个棋在我们学棋的时候 就是职业球下去 或者老师教的时候 说你一定要长或者跳 就是不要去靠人家 因为靠的话 虽然挣了个先手 这是不是被黑气扳个头 不是 要走肯定要走的 就是不能被黑的扳 对对对 但是我们宁可花一手 骑去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下面有很多味道 就是我们随时可以把这个空 我这就不具体举例了 随便点一下爬 肯定是活的 脱估计也很难抵挡 白气黑气 就总之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挺完以后 虽然落了个后手 但是呢 黑气这个空并不安全 我们另可落一个后手 你靠呢 实战的话呢 对方也 有点帮黑气补齐的感觉 虽然得了一个先手 暂时把这个扳防住了 确实是扳不了了 因为我们看跳是先手 对 扳已经扳不动了 但是呢 就是黑气的边控 已经全部走实在了 有些损控 但是MASA 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这个 它不怕损是吧 不是 它非常的快速 它就是给我们 我们最大的这个 震撼就在于 它 它就宁愿损一点 过得要抢先手 对 它这个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风格 它宁可在步骑阶段损一些空 损一些甚至让 之前的这个理论 它觉得不能损的空 但是它有最大的特点 它一直是先手 请我们会看到 对 它抢先手 这个特点 是不是之前我们有一句古谚语 也是叫宁施数子不施一仙 对 它跟这个棋角好像非常的贴切 它的这个风格 对 它不太在乎局部的得失 我们看到这个局部也是一个很有特色 连扳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高手会立 因为立完以后 就空还挺大 空很大 然后你走齐了 它就走别的了 这时候我们看马尔特 它宁可走上面 实在应该是 扳这个 然后黑棋长 它也不立这个 这时候不能再立 全部这样不能再立 再立落后手 落后手 对 这一定是拆边 就是我们会认为 这个打掉是非常大的 我们来看一下 它怎么样构思这个 因为打掉完以后 对 这个白棋没有办法 黑棋只能弃子 白棋走这 对 其实我们会看到 黑棋的边控 其实还是蛮可观的 我个人觉得 还有个特点 就是白棋这个地方非常不安全 为什么会想立 我们看到这个点方非常非常 对于白棋来说非常恶心 因为你就火不了 火被它断了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还在粘 粘它长出来 你好像崩溃了 这个棋 对 如果你补齐 我们就 这个变成先手打吃了 就这个时空就太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 马尔特怎么处理这个地方 马尔特就脱线了 他先这儿 简单的处理一下 这个时候黑棋的硬法 也是非常有意思 黑棋飞在二路 对 其实这个地方为什么它不出手 你仔细回想的时候 好像这地方就没有那么大了 我们刚才把这地方摆完 如果据说 先说它不是肩冲的时候 也可以脱线吗 对 那你不是说这厉害吗 我刚才说 那我就来行吗 来这个是吧 对 让它先吃一下 这个当然是白棋的 体调 对 这个只能体调 然后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又不要了 你只能吃吗 你已经这样了 你只能吃了 然后你也没有 就给你吃好了 对 你已经没有退过黑棋 就数到那个延伸到上面 大概是45左右 这个花太多了 然后这屎木 全盘是55 现在这个拔花呢 已经不能称作后市了 以后估计要变成负单 只有55我们来看白棋呢 那上面屎木是肯定有了 白棋这个茫茫的白棋 它为个40木棋 你觉得困难吗 应该不困难 光这块已经有做实的一部分了吧 对 不是 你要破这 它把这推上面就有40了 你要把这打了 它把这推上两块加起来 一定也过40了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好像这时候不能去吃 那这不能去吃 那就反向致命一点 那这个不就不大了吗 对 这个不大的话 那不就在推理的话 这个脚也不大了吗 都不大了 就你所有的理论体系 不就被推翻了吗 对 你不就之前觉得 这个点厉害吗 所以说这个吃脚大吗 大家都知道吃脚 其实时空是不大的吗 有 当这个后续手段 不厉害的时候 不是前面的所有的 这个好像下法 甚至都错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震撼的 我们来看到这期 当他拖鲜的时候 我觉得这位高手 可能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要傻了这时候 因为确实不能去吃了 他只能去被迫硬棋 就只能在这边硬 应该是这样的 对 他只能是跟着Mask走 然后 Mask又使出这一招 对 使出了经典的靠了扳 这时候请我们注意 飞在这的时候 一定要扳一下再沾 如果是爬的话 可以单推 没有问题 因为贴不动 如果是飞的话 人家是可以贴的 这请我们注意 因为你扳被断了 这地方有个管 对 是的 所以说这时候 一定要扳一下再沾 局部是得扳掉了 不能单推了 飞的这个心 这时候白棋又拖鲜了 对 这时候他再走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什么问题 黑棋有点南下了 这个棋 感觉全局有点被控制了 而且局部已经不好出手了 我们看到你点他这手虎 实战好像也是点的 对 实战就是点了 你这时候再断 他肯定是不给你了 去吧 别说我们刚才是可以弃了 你这有个子 你怎么还能气吗 你就不能气了 你肯定要把它留下来了 对 因为它长的话 就算是这样都行 我们看到白棋 黑棋是很被动的 就算能出去 肯定也不行 这个太苦了 对 这个当然不能气了 这个棋 这个棋黑棋是拐在这 然后白棋长一下 对 然后走在这以后 我们会发现有比虎会好 然后这个地方 白棋已经成了 一个小方块已经成型了 那这黑棋为什么要点在这 它为什么不单拐呢 单拐它怕它长 它觉得 就转这么一点 对 它觉得空更大 它以后点人家 甚至是不 直接就后手了 它就想转点关子 所以它就稍微转一点 对 这样它不好意思拱了 它会退了 然后黑棋打入 它想从这边打 这个思路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因为它准备从这边打的话 这边已经借用不上了 当我们这个局部走完的时候 黑棋不可能再打入这了 黑棋尖顶 一起拖脚 黑棋的构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我个人觉得 打吃吗 打吃 然后粘 黑的应该是往里拱 把它立 黑的应该是顶住是吧 对 黑的顶着 把这些立 黑棋挡 这时候把它逼活 应该是 抬起来 然后 抬进脚 抬进脚 黑棋这个后手掏一个脚 价值也还可以吧 对 从紫销上来说 我觉得这时候的这位高手应该是满意的 甚至觉得很有希望 因为白黑的时空是 其实说蛮多的 其实说实话 这块空就给你了 我们来看接下来 马斯特怎么 马斯特是把这个立了 对 这个时候 请我们千万不要去围这个空 这个立是对的 因为围这个空的话 请我们看到这个奥路飞就散响发光了 这个是漏着风的 围不上 你这样围的话 其实不大 如果这个被拍掉的话 甚至它搬完以后 我们看到 它压迫完以后 把这个拍 这个拍应该后手超过20摩 看似不起眼 非常非常的实惠 这样的话 中间其实是围不了多少的 如果是这个被拍掉的话 我觉得甚至黑棋全局是可占的 因为毕竟左边有30多摩 这脚有20摩 然后加这已经都是过60了 而白棋显然绝对时空是不足的 所以实际上它是抢控 它白棋黑的也是斑 对 这个没有 白棋长 对 对 它把这个部棋让给黑棋 我觉得是这盘棋最出彩的地方 看似最大的地方 它不要了 特别是它走完 对 挺大的看起来 特别是它走完这部棋 你总以为它会去扩张这个变 结果它给了黑棋 然后把自己放在上面 对 当它下完这部棋的时候 我觉得这位高手 应该就浑身冒汗了 就这时候再一数 我们给你们看 这个盘整个棋的走势就不对 我们看左边大概还是三十多目 加这还是四十多一点 这个脚由于插了一手棋 只能钻一半了 里面有个跳 加这最多黑棋是二十木棋 所以全盘最多六十木 我们看到白棋上方已经过二十了 然后这个肚子应该有二十五以上 这已经四十五了 四十五 然后这种四五木棋 五十了 已经过五十了 然后有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这块饼没活 对 黑棋 你会发现虽然这时候好像是六十对五十 但是那团大饼怎么办 对 那团大饼已经快要进入无疾而终的状态 就是你这时候 听不说 可以跑 我跑一时候不就OK了吗 但是你觉得你有空跑吗 你在花园当园去跑 他把这一打 你这边只有十木棋的话 盘面可能都成问题了 就你没有空去跑那个了 这是下棋最可怕的 但你不跑 你真的觉得它吃不着你吗 它这时候是吃不着你 我们看到 对不对 但万一中间再有几个子 你怎么办呢 你就后手死了 这一死了 要死掉将近二十个钱 这个太大了 那一下就翻盘了 它盘面你都落后了 所以说下这的时候 突然好这棋就 就好像有点转不动了 我们再来看两步 好 然后黑棋全力的扩张左边 然后白棋 对 然后白棋掉到这 然后黑棋也不能发力 然后白棋简单的 这个靠回去以后 这时候 黑棋就会发现一个严峻的问题 对 实际上这副也是无奈具 其实本手只能接 我觉得 那接的话可能黑白就会围这 这样围上以后 我们看到下方是 白棋是三十木棋 夹着接银三十五 然后上方二十五 不动是五十五 黑棋这两块是四十 好像黑棋全盘五十五 是数不出来了 然后这团饼呢 虽然暂时有了这几个接银 是死不了 但是你要指望它 唯控是不可能的 对 是 它不死就不错了 你要不吃你就不错了 所以说呢 如果普通接航盘面都不够了 这期 很莫名其妙 所以它实际想拼在这 但是拼在这 遭到了这一个 反击 一个段 我觉得断在这的时候 这盘棋的希望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断在这 其实我们看到 不是说这个段解决不了 你怎么包张完那块棋就没了 对 你普通肠是吃不死的 这明显是贴不住的 你如果什么这种包 包完是很痛快 但是痛快完以后 下面它是垮了 我们看到白棋下面是垮了 它就把你包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你的接应自然就断掉了 不是 好像它不用吃你 你已经不在了 好像马上就 自己就想活都活不了 所以说断的时候 其实接盘棋已经结束了 实际上我觉得方寸已经是大乱了 这步棋完全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 因为这个我们看到 它去进攻白棋这块钢板 白棋把这个线手处理完以后 这个断是线手 我们看到你断进去有什么意义 你们回到左边这块 对不对 然后白棋在中间连招 这步棋肯定是可以用崩弹来形容了 因为上面已经兼顾不了 甚至这都快兼顾不了 当然你说这步棋 不像这有用吗 我觉得确实 好像甚至前面就不对了 很莫名其妙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 确实这时候为什么要长 反正你也是死了 对 它这一手棋没有花 我觉得Mazda的棋 非常的有特点 是 包括它这边 就是把拆边让给黑棋 这个新颖的思路 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而且左边 右下方也非常出彩 这个大棋子 好的 那这盘棋我们就摆到这里 下期再见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